- 嗨 大家好 這邊是掃家說 今天... 大家從蜂蜜外面看到點進來就知道了 我的媽呀 我以為骷髏魔法是很正常的說啊 但是我認真看完做功課完才發現 局勢一定 我已經上了賊船啦 我的觀眾10%的難本估計也保不了了 但是沒有辦法 骷髏魔法是一部BL工作室 謀心溺血聯合創作的伏女像動畫 不然我暫時聲明 我不喜歡BL 觀看本影片的時候 角色帶入並非我的個人感受 全都是給大家好的角色體驗刻畫 言下之意就是 不要私訊我 穿掉照給我看 拜託你 大家有哥哥嗎 陶寸就是那個大多數哥哥 很正常 擊敗的樣子 就在欺負自己的妹妹 非常喜歡罵小英 走路像大怪獸一樣 大導演就聽到小英 贏他沉重的走路聲 那時常心裡想說 那我就乾脆成全你的意義 陪我就要成為你那個口中的大怪獸 用重的腳踩扁你 當然小英是有可能 因為小英有巨大這個派 甚至小英之所以會害怕鬼 就是因為小時候太愛下小英了 所以小英長大之後 才會如此的怕鬼 陶寸這個角色 是非常有深度的 是非常有深度的 陶寸會說 小英是個大怪獸 腳步端很大聲 那就是因為陶寸 是一點都不輸給小英的 他的法力可是非常的高強 絕對就有跟陶寸說過 就算你閉上你的眼睛 也會知道有誰走到你身邊來 陶寸閉上眼睛 小英在遠方 走路都可以感受到 小英的魔力 稱他是大怪獸 都不圍過啊 陶寸就是發自內心的嗆 讓小英覺得他是個大怪獸啊 但是講是這樣講 事實上陶寸就是一個酷媚狂魔啊 標準的 我可以你不行的 超級的雙標仔 學兔哥都是這樣吐槽他的 我可以欺負我家的妹妹 但是哪個自不量力的人 欺負我家心甘寶貝小英 你就給我等著看著辦 一說當然 當李小郎 過於收藏四散的酷肉牌時 從香港轉學到小英所在的小學時 讓小英真的就要搶 小英身上的酷肉牌 小英跟小郎拉拉扯扯沒幾下 對美狂魔陶寸就直接撐竿跳 千里條條趕過來 小鬼 你到底想對我妹妹怎麼樣 對啊 聽到陶寸 你馬上就發現 陶寸的那種魔力十分強大 絕對不是什麼雜兵蟹將 往後跳步 保持可以即時迴避反應的距離 並且擺出戰略架式 變成如此有架式的小郎 陶寸人是絲毫不打算卻步 先一擺起架式說到 你從來沒有看過這種架式 始終不全訪啊 此時高手過招 先出做出反應的人 就是先露出破蛋的可能 兩個這麼強大的人 陷入了僵局 要怎麼樣化險為營呢 那當然就是出現一個 偷入兩個人的存在嘛 我買到了 啊?我買到肉包子了 不是 你知道你是為什麼 翻牆翻得這麼熟練啊 又在乎牆的感受嗎 這個在中國真的能撥嗎 早上直接被雪杜 強大的力量吸引 不過這又是另一個故事 雪杜絲毫不在乎 剛剛子弟呈現著白熱化狀態 一頭就直接吻 你們要不要常常看啊 哈 我這裡剛好有五個 搞得了讓繼續暴起戒備狀態的 居小狼像個傻逼一樣 虎杜絲就是這個樣子 貌似看不清楚狀況 在所有人面前 好像都擺出一副 活在自己世界的樣子 雖然老說 他比所有人 都知道做人主事的道理 他在哥哥五小人之間 形成了很好的潤滑劑 虎哥嘴套欺負妹妹 是為嗓子的雪兔 就在旁邊 紅紅小玉 這三個人的生活 都加強變飯 等於一場生活 虎哥不只是護妹狂魔 還是打工狂魔 沒想到的工作 他都有做過 潮店打工 水族館打工 咖啡廳打工 雕站打工 遊樂園打工 這邊我就不一一立舉了 我很合理懷疑 他只會利用自己 遇知未來的能力 搶先小玉的行動 在小玉來這邊之前 先在這裡打工工作 以此來保護小玉 沒有 我開玩笑了 我想一定是原作 懶得化別人 所以才做 陶食環害到處打工 這個設定 但是陶食有遇知未來的能力 不是瞎說 是真的哈 所以他早就知道 小玉為了收藏骷肉排 到處東奔西跑 他就是灌著小玉 默默地在背後 寵護著小玉 就像雪兔一樣 雪兔是審判者 跟一樣類似小可的存在 但是雪兔不打算 告訴小玉自己的真實真奮 雖然小玉本身的魔力 嚴重缺乏 雪兔逼不得已 暴雨暴食來補充魔力 也不會告訴小玉 真實的真相 以此來讓小玉增加負擔 雪兔在陶食之間 製成了不可或缺的潤滑技 並不是說錯而已 難道凡是要接近小玉的人 你都要通通把他們趕走嗎 因為只有我才能欺負小玉 別人休想啊 所以我說了嘛 你根本就有戀妹情結 少啵嗦 現在在小玉收藏完 所有的骷髏牌之前 雪兔在陶食身邊 監視小玉之余 已經慢慢地 融入了陶食的生活當中 我就說真的 小玉一家人不管去哪裡 不再當雪兔 都好像說不過去耶 家人出遊野餐 雪兔跟上去 才大吃大喝 好像理所當然一樣 拜託 他是人家小玉的爸爸耶 好歹也尊重一下人家嘛 陶食跟雪兔 在學校 都是人人一見中情的對象 我們在一起 最愛就是踢足球 投門這個東西 好像是他倆的後期花圓 這門這件事情 可以說是輕而易舉 很快地 學校高中舉辦 一年一度的校選 小玉跟姿勢 也被受到參訪 陶食是一個拉不下臉 去照顧妹妹的臭傲娇 所以接待這個工作 當然就是交給我們的閒內住 雪兔來幫忙接待 是讓小玉喜歡吐娃娃 但是要拿到吐娃娃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這是籃球社舉辦的活動 略為人高馬大的對手下得分 才能夠贏得吐娃娃 而聽完球員的解釋之後 立馬掏腰包 參加比賽 球員看雪兔一副弱步驚慌的樣子 還拿著錢 自在必得 笑而故語 雪兔這個樣子 讓球員感受到被輕視 轉頭 哭氣 就是吹口罩 就是要做做雪兔的胃氣 雪兔也不甘示弱 球員拿到就直接轉了起來 比賽開始 雪兔運球速度非常快 擋在雪兔面前的是 層層疊加的堅實防禦 雪兔不慌不忙 直直的運球持續加速 所有的空氣都被雪兔的充斥 直接線條狀 主放一小步 下一幅就是直接切入了 過了兩個人 三個 四個 被過的對手都還想要回房 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只能看到雪兔的車尾燈了 既然只剩下兩個人 擋在雪兔面前呢 雪兔沒完沒了 還在加速 球員在雪兔面前 很如人形立牌 不過還不夠 雪兔還不夠帥 或是 果子之說 作為防守的最後的防線 面前高大的後衛 雪兔雄瘦之下 越來越小吃 雪兔急行之後 沒有停蹲下來 立刻起身 後腰跳投 後尾也是觸不及防 殺人在那邊 全場都殺人在那邊 一手當然 小英得到了 盡心念念的布娃娃 小傲嬌 離小狼 看到雪兔對小英這麼的好 醋一暗矮 手插著膠 看向別處 這可也是自己的想法 還是很矮面子 雪兔平常打吃打喝 但是我說過 他可是誰 嫌淚豬 怎麼可能會讓你們吵架呢 擺著一幕 招牌表情 手握兩枚硬幣 還想要再比一次 我想是在主辦方眼裡 應該就是惡魔的笑容 沒兩樣的法 這可今天小英一行人 只是錢菜而已 主菜是桃屎跟雪兔 等等在台上的舞台劇 桃屎演黑姑娘 小英直接嚇到頭椅子上 奔了下來 接下來 就是家常便飯的戲 黑姑娘被姐姐們欺負 你有沒有全部掃乾淨啊 喔天哪 你想害死我們是不是啊 什麼 啊 我可以吃不到 不逃去不逃雪 然後卻收到 灰姑娘的邀請函 黑姑娘之所當然就不能去 其實我也好想 參加舞會 雪兔還不禁吐槽 瑞哥的演技非常的糟糕 聽起來好像灰姑娘 根本不想要去啊 但讓大家以為 雪兔一定是眼王者的招 結果偏偏 雪兔就是拯救 黑姑娘的仙子 但是雪兔是 這是青花魚罐頭 被人家丟掉的青花魚罐頭 經過漫長的歲月 就變得有魔法了 算了 我已經不想要吐槽了 我們繼續故事 在青花魚罐頭的幫助之下 穿上了女子的陶屎 所以跟王谷搭上了線 陶屎一出場 全場的女生 呈現了瘋狂的狀態 與之相反的就是 陶屎已經是 死一眼的放棄偵查的動態了 正想陶屎已經在演出前 彩排了無數遍 這件衣服 也是穿著無數遍 已經是接近麻木的狀態之下了 眼下只有好好的點完 好好結束這場鬧劇 黑姑娘一靠近王子 光澤的臉頰 馬上露出了紅潤 這並不是演戲 因為王子 在現實上 就是喜歡陶屎的 但是現在可是在演戲啊 你給我心動個屁啊 好啦 我就讓你 陶屎看起來 真的就是很虎貝啊 榮子 對白啊 哦 多麼純情可愛的少女啊 就這樣 舞台劇 隨著陶屎 跟王子的共舞結束了 舞台劇表演結束 大家還忙著收拾場地 回復原狀 忙到夕陽西散 才結束今天的行程 接下來王子身份的 榮子 與陶屎 在學校的陽台獨處 明明是榮子 只要約陶屎的 但是卻在那邊 一語不發 但是陶屎 只要在那邊 看著榮子 看夕陽不是辦法 哇 陶屎 都用榮子 忽懈勇氣 想要告白 我喜歡你 但是陶屎似乎 根本不知道 又或者說 陶屎他根本不在乎 這對他來說 就只是 成千上萬的 愛慕者的其中之一 可是我 但是陶屎說不下去了 事實 還是太傷忍了 你已經有喜歡的人了 不過 榮子 已經知道陶屎的心 嗯 早就在雪柱身上了 由榮子來說 照如今的告白 就只是臨時機器 放手一搏 剛剛事到如今 能否洗洗回生 我很愛哭 你不要放在心上喔 啊 校園你活晚會已經開始了欸 其實啊 越是逆境之中 想要立拼一搏 就只有死的更疼 下一集我們來看看 陶屎跟雪柱的發展 以及陶屎 多麼的花式蟲小櫻 我看完發現 我必須要先把劇情講完 我原本打算先 劇情跟卡牌介紹 但是那些卡牌跟衣服 跟劇情 很有關係 我先展示給大家 會有嚴重爆爲的風險 所以我打算把 所有的農物質演完 再看情況 如果說是很好 美群不按理上的話 我會公開給大家 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會放在會員 會員頻道 一定會有一些其他的內容 我這邊不會先告訴大家 但是之後 我會預告給大家 就這樣 我是趙哥亞索 我們下次再見 See you